香港各界人士强烈谴责并坚决反对美国将涉港法案签署惩罚 认为这是公然袒护暴力行径 妄图以香港事务牵制中国和平发展 其图谋不会得逞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发表联署声明说 美方无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签署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粗暴践踏 是对香港繁荣稳定的严重破坏 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香港 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 妄图以香港事务牵制中国和平发展 破坏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发表声明说 美国不顾中方强烈反对一意孤行 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惩罚 充分暴露了美国一些政客 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的极端虚伪 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以及反中乱港的险恶用心 香港桥界社团联会指出 香港持续发生的激进暴力犯罪行为 严重危害公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秩序 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 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这次美方竟然配合这些暴徒和反对派的行为 只会更加激化香港的局势 最终令美国的利益受损 香港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 香港的高度自治运作良好 人权得到充分保障 有关法案毫无必要 且毫无理据 严重干预香港内部事务和中国内政 香港精民联主席卢伟国指出 香港商界与美国长期保持营商往来 对法案的签署表示担忧 希望美国认清事实 珍惜长期以来 香港特区与美国建立的良好经贸关系 很明显这是一个政治的动作 也是借助香港现在特殊的情况 进一步做政治的操作 我看不到美国搞这些政治动作 是如何帮到它所谓的香港民主和人权 民主理是一定要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底下去实现 美国借助人权这个藉口 去利用香港去打击我们国家 我们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根本就不需要美国去干预 在美国这个霸权主义底下 其实它的奸计一定不会得逞 香港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在它什么时候到它自手画脚 说它通过一些法案去告诉我们要怎样去做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极之无稽 非常可笑 香港是我们的家 祖国是我们的家 什么时候到你一个客人过来自手画脚要我们怎样去做 我们一定要团结港大的青年朋友 一起去把这些事做好 那香港才会走出一个更好的明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